新式DNA的脆片測試 是在傳統的精液檢查裡面沒有辦法去做的一個檢查 因為傳統的精液檢查我們通常只做濃度、種樹 那精蟲的活動度跟形態學是否正常去做分析 可是以現在來說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這隻精蟲外表看起來漂亮 可是那你能不能正常受精 它的受精能力到底行不行 DNA有沒有異常 其實我們並沒有辦法知道 那目前新式的一個DNA碎片分析 它就可以讓我們有機會去了解到說 是不是DNA已經出現了一些碎片化的情形 那可能就會影響它的受精的能力 也會影響後續的懷孕率 甚至影響後續著闖的一個狀況 那建議什麼樣的人來做這樣的測試? 我們建議的病人大概分成 例如他這對夫妻反覆的流產兩次以上 我們會建議他來做檢查 是否是因為DNA的碎片造成的一個影響 那或者是說他因為不明原因 根本找不出原因的一個不孕症 那或者是說他是反覆的就是人工受精 或者是人工的試管嬰兒 還是沒有辦法著床 順利著床懷孕的病人 那或者是說就是例如他有一些診斷出來的疾病 例如說他有靜脈金所曲張 那我們也會建議他這樣子導致不孕的病人也可以來做一個檢查 那目前這個健保有幾副還是得自費? 得自費 目前健保並沒有幾副 那自費在我們醫院大約是六千塊 我們降低精蟲DNA的方式 其實目前來說 精蟲的DNA 它跟精蟲的品質是一樣的 就是它會隨著你的現在的生活情況 你的身體的健康狀況有所改變 那例如說你現在的環境啊 如果你是過度肥胖 或者是沒有在運動的 可能就考慮建議你 改變你的飲食狀況 然後去做多做運動 那或者是如果你是在環境污染很嚴重 有抽菸喝酒的情況之下的病人 也會建議要去戒菸戒酒 那可以改變你的生活環境 那跟做起的 生活做起的一個形態 那甚至我們也可以吃一些抗氧化劑 那包括說像是維他命C啊維他命E啊 或者是說一些腥 或者是那個 那個葉酸的部分都可以有所幫忙 那其他的部分 像我們目前也是建議說 如果他已經要做到飾管的狀況之下 那他的金蟲DNA的碎片非常的多的話 我們會建議他直接從睪丸取菸 因為睪丸他就是直接從產地取菸 那他這樣子他受到的那些 暴露在不好的一些就是 氧化壓力之下會比較少 那取出來的金蟲相對受菌率啊 懷孕率都會比較高 這是領醫師金蟲DNA碎片是什麼 金蟲DNA碎片測試 他就是有別於傳統的精液檢查 因為傳統的精液檢查 我們大部分都只看金蟲的種數 金蟲的濃度 那金蟲的活動度 或者是金蟲型態是否正常 那所以大部分都是從外在去看 評估這隻金蟲 那金蟲的DNA碎片測試 就是我們可以評估這個 金蟲的DNA是否受菸 所以就可以從內部去瞭解 這個金蟲的DNA是否受菁能力 會有異常 因為DNA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遺傳物質 所以他有沒有辦法就是 讓這個卵正常的受菁 正常的著床 正常的懷孕 那不會自發性流產 這些DNA都會有相關性 那這個DNA碎片測試 它適合哪些人 那我們適合的人 有大概五大類 那我們第一就是 反腹性流產兩次以上的夫妻 會建議可以來做 那或者是他因為不明原因的一個 就是不孕症 所導致的 頭嫂子的不孕症 那我們就可以來試試看 是否是因為DNA受損 所導致的不孕症 那或者是說 公受菁 或者是就是人工事管 嬰兒一直反覆失敗的病人 我們會建議來做 那或者是說 他有一些診斷 精索靜脈曲張 或者是說 生殖到感染的病人 我們也會建議他來做一個檢查 因為也可以作為 術前術後的一個 生殖能力改善的一個評估 那後續也有可能是 他來做試管嬰兒的時候 如果他的那個受菁狀況 在前次受菁一直很差的 我們也會建議他來做DNA的測試 來看看是否是因為這個原因 導致的一個受菁狀況不佳 那如何降低那個DNA碎片 那要降低DNA碎片 這個就跟我們的精益檢查一樣 就是你要改變自己的一個 生活的一個形態 包括如果你抽菸喝酒 那可能就要見菸戒酒 那如果說肥胖啊 或者是不運動的狀況 就要改善自己的生活 可能多運動 或者是改變自己的飲食 例如帶入地中海形飲食的一個方式 多一些海鮮 多一些蔬菜 少一些紅肉 少喝酒 這樣的狀況 那也可以說 就是例如我們吃一些抗氧化物 包括說像是 維他命C 維他命E 液酸 或者是說像那個腥 都可以有所補充 那再來 也可以如果剛剛有診斷一些 就是像靜脈精 所趨張的病人 就可以考慮要不要做手術 來做治療 那後續就是說 如果比較積極一點的 就例如我們已經做到飾管嬰兒了 那你的受菁率還是不好 那或者是你的碎片就很多 也會建議說 要不要直接從睪丸取菁 因為直接從原產菌取菁 這樣子它受到的一個氧化壓力 是比較小的 那受到破壞當然想得會比較少 懷孕的成功率 受菁率都會比較大